羊毛大衣 中厂款的 结果他给我发过来发了一条短款 而且这个短款压根就不是我的码 也不是我的选的衣服 因为我选的衣服明显是这里有一个标志的 那这个都没有的 那我说这个衣服拒收 我当场就手机上就下了菜鸟果果 他过来拿了 前面就不是三天退货的嘛 因为我信誉比较良好 就这样退回来了 过了两天我接到这个商家的电话 他说这件衣服有高药的味道 刘女士翻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这个订单 她说自己每个月网购要花一两万块钱 她在淘宝店铺欧上羊绒生活馆 买了一件大衣 实负798元 11月18号她收到这件衣服 胸前没有商品图片里的徽章标志 款式和长度都和她下单的不一样 把衣服寄回后 11月20号对方在平台上问她 亲 你最近是贴了高药吗 寄回的衣服有味道 衣服的快递包装上写着 拒收 药膏味浓 我是没有 身上没有提高药 他就跟我讲 你能不能给我20块钱 就是我要去干洗 那我跟他讲 我给你20块钱 这证明我这件衣服我穿过了 我首先我没有穿过 因为不是我的马 也不是我的款 我都人各自在的 我132斤了 我这个衣服穿不进去的 我说我没有穿过 刘女士手上这件衣服 吊牌和防盗扣都在 11月21号 店家告诉刘女士 因为自己身上有高药味 所以闻不出来 叫别人闻一下就知道了 刘女士说 让别人闻了 都说没有高药味 记者凑近闻了闻 没有闻到高药的气味 店家提出了30元干洗费 或者5元油费寄回 刘女士不认可 对方说 寄错快递 你就可以把这个衣服 弄得影响二次销售 不赔偿吗 刘女士说 愿意出钱 重新买她要的那件衣服 这件衣服 她不要 也不想白白拿着 之前她联系了平凯申诉 不过还是没有解决 记者联系了店铺的老板 她已经收到了退款 她现在就想把衣服还给你们 那可以啊 那退给我们了 那你们是不会拒收的对吗 那干嘛要拒收呀 我钱都退给她了 我衣服干嘛要拒收呀 因为她这个拒收的理由 就是有高药味之前 那是不是这个衣服 是别人发来的 然后以为是她的 可能是把她的货 跟别人的货发错了 我估计是 1818黄敬眼 记者报道 VirginShade 51 3